第一课,其实有很多东西要背 第一课讲的是刺激 还有一些Garabalas就是一些反应 在这课我们会学到四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人类的神经系统 第二个就是刺激和反应在人类身上 还有刺激和反应在觉悟身上 还有这些反应的重要性对于这些刺激在其他的动物 就为什么要有这些反应 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就是人类的神经系统 人类的神经系统是其中一个系统在人类的身体里面 人类身体里面会有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 有很多很多种系统 所以神经系统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们的神经系统分成两个 一个叫做中区神经系统 就是菩萨就是中区的,就是靠大脑的 另外一个是poriferi,就是身体的 这些身体的神经系统就像你摸到烧水一样 不需要你大脑分析,它可以马上做出反应的 一些就是比如说你要考虑做我们决定你要经过大脑来决定的 这个就是中区的 不需要大脑的话就是poriferi 人类的这个神经系统成立于一个连接或者是一个网络 一个神经细胞的网络 它可以分类为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中区的,一个就是身体的 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就是为了要确认 还有要传送这个信号在身体里面 以及去协调身体的活动 然后下面这个图就显示这个神经系统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接受到刺激 比如这个神经系统它会感应到 然后它会反应对于这个刺激 现在的这个刺激就是这个周围的改变 然后就会造成身体造成反应 比如电话响 你的耳朵就会接受到receptor 就是那个接受感应器的地方 你的耳朵有receptor 这个receptor就会听到这个声音了 过后就会传送到我们的organ 就是器官 像声音就会去耳朵咯 如果是视觉的话 就去到眼睛 看那个刺激物是哪一个 刺激的哪一个感官 我们有五个感官 看它刺激哪一个 就会去到我们的器官 这个器官 Organdaria就是感觉的器官 它会有这个receptor就是接受器 来感应这个刺激 所以感应刺激过后 这个是神经线 就会传送去大脑 这个神经线我们叫做impulsara 就是神经信号 当受到刺激的时候 这个receptor就会产生一个神经信号 然后就去到我们的第四 就是我们的头脑 这个神经信号是一种电性来的 一种像sort变这样的感觉 一种电性 它会流动的 从这个神经的细胞一直去到头脑里面 然后头脑就需要做出决定 头脑收到这个神经信号过后 它就会做出决定 关于它必须被采取的行动 so 它要做出反应过后 这个receptor就是我们的感应 就是我们做出反应的地方 通常是指我们的肌肉 头脑然后就会传达这个impulsara 就是这个神经信号 通过这个神经细胞送到receptor 就是送到那个该做反应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信号送到efector so efector就是我们身体的部分 它负责进行反应的 一般像是otot 就是肌肉 或者是calengar calengar 是腺 腺是一个月亮的月 一个矿泉水的腺 腺就是我们那种 类腺 汗腺 分泌腺 就是负责分泌荷尔蒙那些东西的腺 叫calengar 所以这个是一整个step 这整个一到七全部要记好 包括这些先从哪里送到哪里 receptor是什么 organ是什么 impulsara是什么 这几个全部要记好 只要你看到这本书 有这些青色的东西 都是要配好的 然后像这边有这些青色的字 都是要配好的 这些就是关键字 如果你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有写到关键字 假设我回答问题 我可能随便回答一个三四个字 里面包括这个关键字 我就可以拿分 可是如果我写长篇大论 一百两百个字 没有任何一个关键字 也是零分 所以这里要注意你的关键字 像这个 它整个 几乎整个青色完了 就代表你要把这个 缝隙背起来 缝隙就是功能 你就要把它的功能背起来 不然考试问你 它的功能是什么 你写不出 除非你自己会写 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就要把它背起来 然后我们的这个反应的话 有几种 Garabra就是反应 Jenny是种类 我们身体会做出两个反应的种类 一种就是受控制的行动 一种是不受控制 LuaGawa就是在控制之外 就是不受控制的这个行动 受控制的话就是 我们会因为一个人的要求 来受控制 比如我想骂人 或者不想骂人 我可以控制的 比如一般上有 就是聊天 或者是谈话 或者是讲话 不受控制的话 就是它是自动的自动的 然后或者是不知道的情况下 或者是不能够被控制的情况下 根据一个人的需求 比如说心脏的跳动 你不能控制的 像这里有一个刺激物 来自这个外面的这个周围 它看到一杯水 所以看视觉嘛 就去到眼睛咯 所以它就会被它的这个感官系统 在它的感官的器官这边 接收到信号 也就是它的眼睛 然后这个刺激 就会被改变成impulsarraf impulsarraf就是神经信号 就会送到 就会通过这个神经细胞 送到头脑去 然后在头脑 这个神经信号 就会被分析 然后一个反应就会被引发 这个神经信号 然后再接着送过来 从这个神经细胞 送到infractor 就是我们肌肉 这里的infractor 是手的肌肉 这个手的肌肉 就会产生一个反应 它的反应就是 拿起这个杯子来喝 这个的话 是另外一个环境 这个叫perthochitrandalam 就是里面的环境 该这个是外面的环境 就是在身体之外的 这是在身体里面的 身体里面的刺激 就比如我们的氧气含量 不是在外面的 然后在我们的肌肉组织里面 那里面的氧气含量减少 当你在跑步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被感应到 被我们的receptor感应到 这里的receptor 要感应到的话 是我们的心脏的动脉 心脏的动脉 心脏的动脉 负责传送氧气的 所以如果你的氧气减少的话 就会心脏动脉 就会收到信号 然后它就被刺激咯 这个刺激 这个刺激 就会被变成一个神经信号 神经信号 神经信号就会送出去 通过我们的神经细胞 送到大脑 在大脑的时候 神经信号就会被分析 然后一个反应就会被引发 然后这个神经信号 就会被送出去 通过我们的神经细胞 送到receptor 这里的receptor 要做反应的地方 是心脏的肌肉 还有intercostal的肌肉 intercostal就是肋骨之间的 我们的那个肺的前面 有那个肋骨 肋骨是一个月亮的月 一个力量的力 肋骨之间的肌肉 叫做 Otot intercostal Otot是肌肉 还有Diafragma 是横隔膜 就是我们的那个肋骨 之下有一片东西 那个叫横隔膜 你呼吸的时候 它会向下移动的 为了这些东西 蒙恩族 就是收缩 还有蒙恩族 是放松的更加快 然后这个心脏跳动的率 还有这个呼吸率都会提高 就是为了要给它补充回氧气 接下来就是人类的这个神经系统的重要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受控制的行动跟不受控制的行动 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这个活动来做测试 so 这里的活动是要我们测量时间的快速 一个学生的反应 去抓住一把尺 掉下来的尺 这是受控制的 你看到你可以去做的 看你反应快不快而已 so 这里一开始我们要有一个体温 这里的问题就是它的时间到底需要多少 需要多少秒或多少分钟 它可以接到那把尺 准备的材料需要有尺咯 桌子跟椅子 然后步骤也是要会写的 步骤的话就是你要要求你的朋友坐着 然后把手放在这个吸固就是手肘 它的手要从手肘到手肘部分 要放在桌子上面 就整个手肘跟手指整个一起平面的放在桌子上面 像这样子整个平面的放着 然后再握着一把尺 2cm 就是离你的拇指2cm的高度 然后掉下来 这就是从你的朋友的那个手那边 so 你看这个是你朋友的手 然后拇指 拇指在这边 拇指叫做Ibu Jari Jari的轮廓就是石子 so 你有看到这个人 用拇指跟石子拿住这把尺 然后是要离你的那个 离那个桌子2cm 然后再把尺丢下来 不要通知你的朋友 然后你的朋友必须要抓住那把尺 用它的拇指跟石子尽快的要像这样子 用拇指跟石子尽快的夹着 记录那个尺上面的号码 假设说这边是0的话 如果它在9就接到的话 就代表它很快咯 如果它3来接到就代表它很慢 so 我们记录这个尺上面的号码 被它抓到那个地方 然后重复好几次 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平均的那个读数 比如说一下3,一下5,一下6 这样你就懂平均大概是5 或者是5点多 然后记录这个结果 给每一个测试 然后我们会发现到这个结果是不同的 取决于个人 就是看那个人反应快 他就接到很快咯 反应慢就接到很慢 有些人甚至接不到 这里要讨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反应的时间 就是我们花时间从开始 就是眼睛接收到信号 到把信号送到大脑 到把大脑再送回来这个手指去做反应的时候 需要很长时间 可是你如果平密的练习 时常的练习 可以让这个反应的时间变到很短 就是你常做反应就会快 这个反应的时间就是那个时间拿来做出反应的 对于某个刺激 比如你听到水滚的声音 你跑去关水 你需要多久 然后这边的话是改变你的这个 这个瞳孔的大小 这个的话是不受控制的反应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会要求朋友们去关掉他的眼睛 关这10秒钟 在一个昏暗的情况下 就是关灯的情况下 过了10秒钟 再要求那朋友把眼睛打开 然后你观察他的这个pup pup就是瞳孔 你的眼珠里面有的这个 这个瞳孔黑黑的这个 会看到这个黑黑的小小的 叫做瞳孔 外面的这个叫cornia 然后 再要求你的朋友 站在这个太亮的光的下面 比如开灯 站在灯下面 再观察他的这个瞳孔怎么样 so 在亮的情况下 瞳孔会变到很小 这个有原因的这个要背起来 是为了要减少光线进入眼睛里面 因为太亮的话会伤害眼睛 so我们瞳孔会自动变小 在暗的情况下 瞳孔会变大 因为还要让更多的光可以进来 因为暗没有什么光 so这里就画给你看 这是亮的情况 瞳孔会变到很小 这是暗的情况 瞳孔会变到很大 so瞳孔的那个大小 变到很小 在亮的情况 这是很重要的 为了要保护这个retina 就是保护我们的视网膜 不要被破坏 由于过多的这个光 进入到这个瞳孔里面 然后瞳孔的大小 会变大 当在暗的情况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要允许更多的光 可以进去这个瞳孔 以便这个视线可以更加的清除 然后1.2的话 我们要学的就是 sorry 我们要学的就是刺激和反应 在人类的身上 so我们会有感觉器官 感觉器官就是一个器官 它会感应到刺激的 就叫做感觉器官 简称感官 人类拥有五个感官 那就是皮肤 鼻子 舌头 耳朵跟眼睛 就是负责我们的视觉 听觉 味觉 在 exposure 肢觉 感觉 一辈子 很 Brain 的感觉 感觉 快ước exported 而且挑出感觉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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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爱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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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我们要学的视觉就是眼睛 这里有很多构造 你每一个东西都要记得它叫什么名字 考试有可能就给你这样的图 你要自己去写它们的名称是什么 包括那些东西的功能是什么 你都要把它们背起来 第一个我们先了解什么是眼睛 Structure的话就是构造 这个要记得 考试如果问你Structure 就是问你它的构造 就是问你它是什么 然后分析的话就是功能 所以它会问你它的构造 或者问你它的功能 眼睛是一个感觉器官 是视觉的感觉器官 然后它是很敏感的对于光线 这个眼球 就是眼球 眼球的墙壁有三层 第一层叫做Sclera Sclera就是最外面的那一层 然后Coroid是中间的那一层 Retina是最里面的那一层 所以我们从这个图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眼球 然后眼球就会有三层 所以我们的眼球它放大嘛 所以这是其实是我们的眼皮来的 然后外面这边会是我们的眼睫毛 所以我们平时从外面看进去是看到这个Sclera 所以我们看到最外面的就是我们Sclera 所以你会看到Sclera它标在这边 它其实整个这个最外圈 包括你手带隐形眼镜摸得到的地方 那个就叫做Sclera 中间那一层叫做Coroid Coroid就是第二层从这边开始的 比较浅brow color到这边 然后再接下去这边 然后最里面那层叫做Retina Retina是要从这边开始罢了 到这边 然后包括进到大脑 然后从这边开始再进入到大脑 这个是手摸不到的地方啊 然后 接下来它有几个功能我们要记好的 所以它的构造这些你要记起来啊 接下来第一个就是Otocillium Otoc就是肌肉咯 Cillium就是眼睛的肌肉 so Otocillium你要记得Otocillium在这里啊 Brow color这边 它在这个 它在这个Coroid的这边啊 第二层那边啊 它会负责收缩还有放松 为了要换那个Kanda的厚度 Kanda就是这个 这个叫Kandamata 这个我们可以叫做 眼睛里面的镜片 叫做Kandamata 我们眼睛里面这个镜片 如果它的厚度太厚 或太薄或太长或太短 都会导致视力不清楚 可能是近视远视 或者老花三光这一些 就是因为Kandamata的影响 so那种视力很好的人 就是它们的Otocillium很好 很会收缩很会放松 so我们可以Control那Kandamata 然后那些比较老的人呢 或者是每次看电视看电脑的人呢 它们的Otocillium都会受伤 so它们的Otocillium受伤 就代表它们不可以去Control 它们的Kandamata soKandamata就会变形 它们视力就不好咯 或者一般上是Kandamata老了 它就会老化 老化了它就没有弹性 so它就不能够改变那个形状 so你就需要戴眼镜来 来矫正它 下一个是Ligamen本甘动 Ligamen本甘动在这边 就是这个比较深色黑色的这个地方 它在Otocillium跟这个Kandamata的中间 然后它的工作就是要抓着这个Kandamata在它的位置 确保这个Kandamata的位置不会跑掉 它不会掉去后面或掉去前面 它会抓着它 另外就是Iris Iris的话就是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Otocillium的在前一点点的地方 这个叫Iris 这个Iris呢 它是负责控制这个SizeBubble 就控制瞳孔的大小 前面我们学这个瞳孔嘛 瞳孔大小为什么会变就是Iris在帮忙 Iris在这里 它可以改变你的瞳孔 Iris它会膨胀膨胀膨胀 然后你瞳孔就剩小小 如果Iris收缩收缩收缩 你瞳孔就变大咯 Kandamata就是你的眼睛的这个晶片 它是负责集中这个光线 为了要形成这个影像 在你的retina上面 我们眼睛 比如说一棵树在这边 进入你的眼睛 这个眼睛会把那个树反射回来 就会到这个retina这边 so如果它到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东西咯 如果它到这个bindiccuning这边 就会看不到 或者如果它歪掉 要跑来这边 还是它远是反着去后面 或者还没有到这边 它停在这边的话 那个都是视力不好的 都是看不清楚的 就准准在retina才是最清楚的 然后接下来还有Cornia Cornia的位置在这里 它在我们的最外面这里 是手摸得到的地方 so如果每个人讲什么眼角摸 就是这个Cornia 就是如果你苦太多 还是一直揉眼睛 Cornia就会受伤 然后就会失明 因为Cornia的功能就是要折射 这个自备起来 这个叫折射 还有要集中这个光线在retina上面 我们看东西主要就是光线嘛 如果是很暗的情况下 你就看不到东西 so我们的这个Cornia 会负责折射跟集中的光线在我们retina上面 然后如果没有它的话 或者它坏掉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折射 你就没有办法集中光线 你就会看到一片模糊咯 Bulber的话就是你的瞳孔 瞳孔的话就是允许光线进入你的眼睛里面的 这样你才可以形成那个清除的那个影像 Galamar跟Galamar很相似 所以这个要很小心 Galamar在这边 它在这个空间的地方 然后Galamar是在里面的地方 要记好MAR在前面 MAR是在里面这边 要记好 Galamar的功能是帮忙要集中这个image 然后它可以形成在retina上面 然后它可以维持这个眼球的形状 把它维持圆圆的 Galamar的功能跟它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你帮功能的话 你就帮一个就可以了 只是你要记得它们的位置不一样 Galamar也是在前面这里 Galamar是在后面这边 然后接下来 这个Konjang Tiva Konjang Tiva在这里 这一层很薄很薄很薄的膜在外面的 这个Konjang Tiva 它是一个很薄的膜 然后它是透光的 LUT就是透 透水的透 Sinar是光 它是透光的 然后它可以保护我们的Kornia 保护Kornia也是间接保护我们 可以确保我们有那个光线可以集中在那边 另外有Titik Buddha Titik Buddha就是盲点 Buddha就是虾子 Titik Buddha就是盲点 盲点在这边 准准这里要进头脑这边 这个入口叫做Titik Buddha 叫做盲点 叫Blind Spot 我们驾车也是有Blind Spot 这个盲点就是这个Retina的部分 然后它是完全不敏感的 Buddha是敏感 对光线是完全不敏感的 所以没有任何的Image 没有任何的影像可以被感应到在这边 所以如果你的影像是被反射到那个地方的话 你就会成为一个瑕疵 因为你那边是对光不敏感的 所以你什么都看不到 Saraf Optic的话 Optic是光线 然后Saraf是神经线 Saraf Optic就是眼睛的这些神经线 它在这边 要插不到进大脑了 这是眼睛了 等一下这条就会拎去大脑 所以这里是Saraf Optic 光感的神经线 它会负责传达这个神经信号 因为它是神经嘛 所以就负责传达神经信号 去头脑 为了被分析 看一下你是看到什么东西 接下来Bindic Kuning就是黄点 黄点在这边 那GR的位置呢 在这边啊 然后 这个黄点是对光线最敏感的地方 所以如果那个人的视线非常好 非常清楚就代表他的影像是在这个地方的 有些人的影像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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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是100%没有近视 没有远视 没有老化的人 他的影像就会在这边 所以他看什么都可以很清楚 接下来是Sclera Sclera就是刚才讲的最外面的那一层 它是负责保护眼睛 还有给眼睛的形状 这个你Bendo散掉一个 因为它这边BendoBendo 散掉一个就可以了 它给眼睛一个好的形状 还有给保护眼睛 Coral的话是中间那一层 它是一个Pigment Hitam Pigment Hitam就是黑色素 Hitam就是黑了 Pigment是色素 黑色素 它负责吸收光线 还有阻止光的折射 因为光如果太多折射 就会乱七八爪 所以它是一个黑色的色素 负责吸收光线 然后阻止光折射 最后一个就是Retina 就是最里面的那一层 它是负责感应这个光 然后转换这个光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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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变成这个神经信号 然后它含有很多很多的光感应器 Photos就是光 Resetter是感应器 它有很多的光感应器 也就是有Cellrod 跟Cellcorn 这两个记起来Cellrod 就是某种细胞 我们叫做条形细胞 Cellcorn的话叫做圆椎型细胞 所以你就记Cellrod跟Cellcorn就好了 花纹不重要 然后它是对光非常敏感的 然后Cellrod的话呢 它们有不同的 Cellrod的话呢 它是在晚上或者是暗的情况 Malab是昏暗 就是黄昏过后 或者没有太阳的情况 叫昏暗 Malab就是晚上 它是牵涉在暗的情况 跟晚上的情况 然后它会很敏感 对于一个亮度的改变 但是它对颜色是不敏感的 所以有些人Cellrod很好 Cellcorn很差 就代表它有色盲 因为它对颜色不敏感 Cellcorn的话呢 是在白天的视觉 然后它对蓝光 青光 记得有Cellhayes光 蓝色的光 青色的光 红色的光 跟它的混合的光 都有敏感 所以就是讲 如果Cellcorn很好 它就肯定不会有色盲 然后这个餐的话 是在Form都有的 你可以去我的YouTube channel看 你可以按那个PT3 Science 我里面有Form1到Form3 所有的那些Bug的讲解 你可以看回去 你看你哪一年的哪一刻 比较不熟的 你可以看回去 复习一下 因为这个光是在Form1交过了的 红色加蓝色会变紫色 然后红色加青色会变黄色 sorry 蓝色加青色会变黄色 然后 还有变成浅蓝色之类的 它们可以混在一起的 在Form1学过了的 接下来就要学 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东西 我们看东西的机制就是像这样子 比如这个是我的object 就是我的物体 我们看到的物体 假设我是看到一个网上的箭头 它会进入到我的眼睛 然后反射 会是倒反的 但是我们看东西没有倒反 是因为这个倒反的 会传送信号去我们大脑 我们大脑再把它反过来一次 所以我们就看到是正常的 光会从这个object进入到我们的眼睛 通过这个瞳孔 光线会被折射 会被Cornia折射 Glamarch折射 Glamarch折射 Gandamata也会折射 Glamarchia也会折射 最后才来到这里 然后 会有Emax松上 记好这个松上这个字 松上就是上下倒反 就是the ballet的意思 上下倒反 可是不可以用the ballet 因为the ballet可以是前后倒反 松上就只是上下倒反 然后它会比较小的在retina 看你的object这么大 进来也是这么小的 然后会在我们的retina上面 然后眼睛 oh sorry 这个image就是这个影像 object是物体 image是影像 影像就会刺激这个光感应器 在我们的retina上面 让它可以产生这个神经信号 神经信号就会送出去 用我们的saraf optic送 记得啊 前面我们学的只是saraf impulse 这里我们学的叫saraf optic 因为optic是光感的 就是跟视觉有关的光感的神经 去到头脑里面 头脑就会分析 前面用的分析是mentergema 你要用mentergema也可以 但是mentergema会比较标准是 mentergema是翻译的意思 就是它会翻译给你听 这个image是要表达什么意思 它会翻译 之前那个是分析 分析你要做什么动作 这个是翻译这个信号 然后改变这个 倒反的 上下倒反的这个image 把它变成imagethe gap 就是把它变成直立的 就是看回这样子的 所以大脑会做这个动作 因为它要翻译 就是把它反回来 接下来是耳朵咯 听觉就耳朵 耳朵是我们的听觉的感官器官 然后它是很敏感的对于声音 人类的耳朵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外耳 第二个中耳还有内耳 然后我们的耳朵的构造像这样子也是一样咯 你要会懂它的structure在哪里 然后它的功能会是什么 so 这里有binataling 就是这个外面这个耳朵 然后有这个耳道 耳道可以叫salot dalinga 也可以叫salot auditory auditory是听觉 听觉的道就是耳道 然后有耳膜 有这个骨头 然后有这个半圆体 然后有我们的这个听觉神经 有这个耳窝 还有其他的这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要解释我们怎么样 可以听得到东西 所以我们从这边开始 我们的pinat就是我们的耳朵这一圈 外面这一圈摸得到这一圈 它会收集音波 音波我们在方都学过了的 你忘记可以看回去 这个音波就是如果那个波动越大 你就会听到越大声 然后它会传送到我们的耳道里面去 so 这个耳朵就会收到这个音波 然后那个耳朵就会震动咯 然后这个震动就会被加强 被我们的Ossico加强 Ossico是里面的那个东西 刚才我们选那个Durang Duran Ossico 在前一页那边 然后它会被送到我们的这个Membrane Gendela Bujor 然后这个Membrane Gendela Bujor 又会Bergata 又会再震动在这里 又会再震动多一次 这个震动会造成这个Cochlea里面的Bendalia Cochlea就是这个耳窝 很像那个蜗牛这样的东西 里面会有Bendalia就是流动的液体 会Bergat Lombang Bergat Lombang就是起伏 就是会动荡 会往上往下 像海狼那样的动荡 然后就会刺激到这个感应器 去产生一个神经信号 然后这个神经信号 就会被这个听觉神经带到头脑去 然后就会被分析作为声音 就会告诉这个主人 这里有一个声音 是头脑告诉你的 接下来就是鼻子 我们的鼻子就是我们嗅觉的感觉器官 当我们呼吸的时候 空气会被吸进去通过我们的鼻孔 再进入到鼻腔 在这个鼻腔上面的部分 会有很多的这个味觉感应器的细胞 它能够感应到味觉 通过这个方法 这个味觉会接触到最多的 最多的这个空气流动 然后味觉的这个感觉感应器 会很敏感对于所有的味道 这个鼻腔也会被包覆着 Mucus就是被Mucus包覆着 Mucus要背起来 Mucus要粘液 就是所谓的鼻涕 在所有的气管里面都会有Mucus 在鼻子的Mucus就叫做鼻涕咯 如果是在口腔的Mucus就叫做口水 就是任何地方都会有那个粘液 只是在不同地方就有不同的名字 然后这个粘液会加热 跟会弄湿这个空气 在这个空气进入肺里面 因为如果我们吸到冷空气的话 肺会不舒服 然后那个气管也会收缩 就会引发哮喘 所以这个粘液的功能就是要加热那个空气 让空气没有那么冷 不会伤我们的肺 然后让它潮湿不要那么干 因为干的话我们鼻子就会硬 然后就会脱皮 然后就会很痛 鼻腔里面会有毛 这些毛是负责捕抓这些灰尘 还有这些肮脏的东西在空气里面 以便只有干净的空气可以进入到肺里面 这个很重要 这个你要背起来 第九个 当一个人患上感冒的时候 那个人不可以感应到味道感应得很好 这是因为有太多的这个粘液被产生 在感冒的时候就有很多鼻涕很多痰 所以这些都是粘液 很多粘液产生 这些粘液会阻止这些化学物质去刺激我们的味觉感应器 对不起 嗅觉感应器 然后下面这个图就显示这个鼻子的切面图 所以这是一个人 它的鼻子是这样子 所以这里鼻子的鼻孔叫lubanghidon 里面进去这边这么大的地方叫做鼻腔 这里鼻腔的上面有receptor bulb 因为我们是一定是往上了 所以上面才会有receptor bulb 就是它会感应到什么味道 然后负责感应味道 Rongahidon的话是空气的通道 Rongahidon的话是空气进入通过鼻孔 然后进去咬过后就会送到 你有看到这个东西很靠近神经吗 所以它收到过去pass给神经信号 这神经信号就会送到大脑里面去 这个紫色的是大脑 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嗅到味道 所以我们的这里 我们的这里 这里空气被吸进去通过鼻孔 这里是鼻孔 进入到鼻腔 进入到鼻腔过后一定会感应到这个 所以这个它放大给你看 这些蓝蓝色的就是感官 那些receptor 它负责收到信号 然后再pass去大脑里面 然后这个空气当然会往下去到我们的肺 让肺可以换气 接下来到舌头 舌头是给我们味觉的这个器官 舌头的表面会有很多 Dunas Prasa这个字要被 Dunas Prasa是味蕾 就是告诉我们酸甜苦咸的那个味蕾 每一个味蕾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味觉感应器 味觉感应器会很敏感 对于一些化学物质在那个食物里面 然后舌头里面有五种感应器 就是有甜的酸的咸的苦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umami就是鲜 鲜就是海鲜的鲜 所以我们会吃到东西 我们会觉得这个很鲜 就是umami的味道 这个味觉的感应器 它其实是Vertaboran 就是散落在整个舌头的表面 到处都有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吃东西的这个能力 是不会受限制于你在吃哪一个部分 你用左边的舌头吃也是甜 你用右边也是甜 如果它有越多的味蕾 就代表它有越多的味觉感应器 在那个舌头上面 越多的这个味觉感应器 就会越敏感 对于不同的味道 像有些人吃酸 他觉得都一样酸 他吃不出那个差别 就代表它的Dunas Rasa不够多 所以它的Resetter不够多 所以他吃不出那个差别 这是我们的嘴巴 然后这是舌头 舌头的表面被放大 就会发现这样子 你摸你的舌头 就会感觉到一栋一栋一栋 这个栋下面 都是有一堆的Dunas Rasa 就是一堆的味蕾 然后里面这些栋里面 都会有很多的Receptor Rasa 就是感应那个味觉的时候 我们刷牙的时候 这个舌头要刷 你过后吃东西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吃的那个味道 就是因为这边干净了 然后那个味觉就容易被感应到 然后这里说 我们怎么样可以感应到味道 怎么样可以尝到味道 化学物质在食物里面 会溶解在我们的口水里面 I-6就是口水 然后我们的味觉的感应器 在我们的味蕾里面 会被刺激 为了要产生这个神经信号 神经信号 神经信号会被接着送去大脑里面 大脑就会确认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然后就会告诉你 接下来到皮肤 皮肤是一个感觉的器官 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触摸 在皮肤上面的这个感觉器官 是很敏感的 对于一些刺激 比如疼痛 触摸 温度 跟压力 然后下面这个图就显示皮肤的构造 所以这是我们的皮肤切面图 上面这层叫epidermis 叫做表皮层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毛发 然后我们有这个量 就是那个流汗的那个孔 就是毛孔 但这个不是长毛的这个是负责流汗的 然后这边有这个痛觉神经 记得痛觉神经它是比较粗的 然后有点像树这样子比较粗的 这个叫痛觉神经 它是对痛很敏感的 有些人哦 你捏它不会痛 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痛觉神经 有些人神经像比较少的 然后下面这层是脂肪层 然后这些一粒一粒的是这个毛细血管 这个卷卷的上面连着这个汗的孔的 就叫做汗线 分泌汗的 这个像一棵树这样子 五片椰子的 这个叫做热的感应器 冷的感应器是两条罢了的 多多条的是热的 然后小少条的是冷的 然后它可以感应到温度的下降 然后这里的话是油线 就是分泌油的 它会黏着你的毛发在这里的 这个叫油线 然后这里的话是压力 压力在下面 现在下面这一层叫做 dermy叫做真皮层 上面epidermy是表皮层 我们表皮受伤没有什么问题的 伤到真皮才会流血 伤到表皮是不会流出真正的血 就可能红红罢了 不会流到血 真皮层的话就会流血 so 这真皮层下面埋住的这个小小圈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压力的感应器 你这样的轻轻压你只会感觉到触摸 压到很大力才会感觉有人压你 然后最后是深多 深多是触摸 触摸是长到很长的 然后它是像叶子这样的 然后它就是对触摸很有感应到 so它可以感觉到 如果是轻轻的摸到这里罢了 你就是感觉人摸你了 如果是摸很大力 就直接到这个压力这边 你就会感觉到是有压力 然后这个是皮肤的敏感度 这个身体的部分 不同的部分 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敏感程度 然后皮肤的部分 很敏感的对于刺激物 触摸的刺激物就是我们的手指的尾端 这边指尖 那边拿针来度 就会很明显 还有我们的后颈项 还有我们的这个鼻鼻尔 是那个嘴唇 然后触摸的铃娜是耳垂 这几个都是比较敏感的 然后如果比较不敏感的地方 就是吸固手肘 或者是鲁肋膝盖 这个皮肤呢 明不敏感是取决于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 receptor 就是那个接受感应器的数量 是存在多少 如果还有越多的话 Baniac的话呢 它就越敏感咯 然后如果你的receptor 跟比较很靠近 就是它的receptor像这样子 你看这里一个receptor 这里一个receptor 它们其实很远 如果它满满都是receptor的话 它就非常敏感 然后 所以如果它越靠近 它就越敏感 还有你的epidermis的厚度 因为epidermis在这边嘛 所以如果你epidermis这么厚 你就很难压到你的dermis 你很难压到你的dermis的话呢 你就等于你不会碰到这些东西 so你就比较难感应到东西咯 所以看你的厚度 越薄的话就越敏感咯 这些盲人他们读的这个字 就是这种点点字 这个叫做dolisanbrow 这个要背起来 考试会叫你写 它是感觉到这个表面 用这个手指 所以我们用手指去摸 就可以摸到那个点点 就懂那个是什么字 然后顺体感是打针 打针一般会打在手或者打在屁股 因为这里 他们比较不敏感于触摸跟疼痛 比较起身体的其他部分 所以我们通常打针会打这两个地方 考试会问你为什么打针要打这两个地方 所以你要把这个原因写下去 接下来就是这种问题 这个就是2017年pidermis推出过的考题 首先就是叫你讲出一个感应器在你的皮肤上面 在人类的皮肤上面 第二个就是下面图显示这些bindic bindic 就是这些点点 所以这些 会看到电梯上面这些点点 它们会浮起来 然后是不同的 在这个号码的旁边 在这个电梯的按钮上面 所以它的这个 叫你解释这些点点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它可以怎样帮助一些指定的做 在这个族群去使用电梯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 皮肤上面的那个receptor 有receptor tekanan 除了 tekanan 还有伸多汗 触摸 还有冷的 热的 还有痛的 然后这些点点可以帮助这个虾子 orambutta 你就要记得虾子叫什么 不然你就回答不出 可以知道这个楼梯的楼层 它们要去的 它们要按的是多少 当这些盲人它们摸到这个按钮的这个 电梯的按钮的时候 它们的触摸的感觉就会被刺激 然后它就可以感觉到这个 点点的图形不同的 然后它们就可以按一下正确的按钮 所以它们就可以摸咯 它们懂哪一个pattern代表几号 代表什么号码 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感觉器官 到底是怎样相互有关联的 人类的这个感觉器官很敏感 对于各种的组合 刺激的组合 感觉的器官会连接 就是彼此之间会互相连接 然后就会产生反应对这个刺激物 比如说这个deria imbangan 就是平衡的感觉 不只是跟我们的听觉有关系 而且跟我们的触觉有关系 还有我们的视觉有关系 所以你看那个东西歪歪 你也会觉得晕 你听到那些怪怪的声音 你会觉得晕 你摸到可能你觉得不对劲 你也会觉得晕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salo sapara bullet 在我们的耳朵里面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维持这个平衡 so is there 而水不平衡 就是这个里面的水不平衡 这个salo sapara bullet 它是完全不在听觉的神经里面的 它只是在耳朵里面 但是它是不得控制身体平衡的 然后你的脚掌 就是你的触觉神经 它可以通知我们 到底我们是站在平的面 或者是正在移动的面 所以你的脚在摇 你就会感觉到晕 然后眼睛的话就是视觉 它可以通知我们 到底我们的周围到底是在移动的 或者是禁止的 不会动的 然后下面这几个活动实验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那个感官的作用 so我们的这个视觉跟这个感官都会有一些关系的 so我们会进行一个活动在一个朋友当中 当没有看到东西的时候 你的朋友会使用这个牙签去搓他的身体的其他部分 然后你就必须要拆看看 到底这个牙签的数量是被用几个 所以他就会用牙签来插你的这个手指的尾端 你的手肘 你的后颈项 你的嘴唇 你的膝盖 跟你的耳垂 so你要感觉到那里有几个牙签插到你 打勾的话就代表你成功猜对 没有打勾就代表你猜不对 so可以总结就是 我们的触觉神经跟我们的视觉神经有关系 因为我们看不到嘛 丹瓣没有看到就代表两个东西不准 so我们的皮肤就取决于我们的这个表皮层的厚度 我们的这个receptor的数量到底多还是少 还有receptor之间距离靠不靠近 so我们就可以总结来说 膝盖跟这个手肘的那个receptor比较少 或者是可以说epidemia很厚 或者说他们的receptor都是很远的 so这两个感应不到 其他都可以感应到 下一个是味觉的就是吃东西的 so这个活动会进行 你也是跟朋友一起进行 so你会把朋友的眼睛关起来 用个黑色的布盖起来 然后让他去尝尝那个味道 然后他的鼻子要抵笔记就是要捏起来 跟鼻子没有捏起来的状态 看一下那个嗅觉会不会影响他 然后你要记录看看他能不能猜到 gara bag的味道 gara bag就是那个薯片的味道 so现在有咸的薯片 鼻子被捏住的时候 它不能吃到咸的味道 鼻子没有被捏的时候他就吃到咸的 然后番茄味道也是一样捏起来就吸不到 然后没有捏住鼻子就吃得到 甜的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是黑胡椒的也是一样 so我们就可以总结我们的这个眼睛盖住 我们还是吃得到味道 但是鼻子被盖住我们是吃不到味道的 so视觉不会影响到我们 只有鼻子会影响到我们 so我们就可以讲到我们的嗅觉是跟味觉是有关系的 嗅觉跟味觉是被用来感应那个食物的味道的 下一个活动就是看听觉跟视觉的关系 so这个活动也是一样跟朋友一起进行 然后你的眼睛会被用黑布盖起来 你的朋友会在某个地方拍手 在实验室的某个地方可能前面后面或旁边拍手 然后你必须要确认要猜到那个声音的方向 一个是两边耳朵没有盖起来 一个是盖掉一边的耳朵 so如果你两边耳朵都没有盖起来 就是两边耳朵可以听换你可以三个听得对 可是当你盖掉一边耳朵的时候你就会听不准 so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听觉是跟视觉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的感觉是有受限的 就是有限制的不能够看到太多东西 眼睛不能够看到一些微小的物质 射膩是微小的 比如细菌用我们的Mata Kasa 就是用我们的肉眼用我们的眼睛 或者是看一些东西他们在非常远的 比如月球的表面不能看到很清楚 这个情况就显示我们的视觉感觉是有这个 视觉限制的 感觉的限制就是一个感觉的能力的限制 去感应某个刺激物 有时候这个感觉的限制会被因为 这个感觉器官的残缺 或者是我们老化的现象 影响到我们的听觉跟我们的视觉 视觉的感觉的限制有两个种类 一个种类叫Elasi Optic 一个种类叫Dediputta Elasi Optic的意思就是像这样子的 像这样子 就是错乱的感觉 这种叫做Elasi Optic 像有些人看到是两个人 有些人看到是一个滑瓶 这样叫做视觉错乱 然后Dediputta 就是之前讲过的你的object 会反射进去你的Dediputta 所以你没有在这边 你就会看不到 Elasi Optic 会造成我们看的东西 不同于它真正的情况 这是因为大脑没有办法做出分析 准确的分析 它收到的资讯 从眼睛的感应器 第一个就像这样子 它全部换了这个线 然后这个也换了线 然后它会问你哪一个最高 所以我们一开始这样一看下来 我们就觉得这个最高 但是其实你看起来 它们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其实全部是一样size 就是一种Elasi Optic 一种视觉错乱 然后像这个尖头 因为它一个是往内 一个是往外的 所以你会看到 看起来这个比较长 但是其实你注意看 线的话其实两条线是一样长 只是这个跑出来 这个没有跑出来而已 然后 我会问你这里所有的 这个Mendata 就是横线 Mendata 是直线 都是弯曲的 所以你看这个直线 因为它其实 横线都是平的 可是它直线是弯曲的 因为它的直的位置不对嘛 但是其实所有的线 都是Selari 都是平行的 它们根本没有歪 只是因为这些直线 让你错乱而已 然后这个 你会看到两张脸 还是看到一个花瓶 这个就是看你的 我们的头脑 到底分析到什么东西 你第一眼看下去 有些人看到两个人 有些人第一眼看下去 看到这个是一个奖杯 走每个人的第一眼不一样 接下来就是盲点 那个眼睛没有办法感应到 掉在盲点上的影像 盲点就是在 Redena的部分 然后它是对光完全不敏感的 然后影像就没有办法被看到 因为在这个盲点上 是没有光的感应器的 所以正常来讲 Object在这边 Image 是会在这边的 但是我们可能 有些东西在上面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看不到嘛 因为在上面的东西 它还是一样 会进入我们的眼球 但是它会掉进我们的 这个delibular 所以我们看不到 所以我们需要抬头 我们才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这个活动 是要证明这个盲点的出现 就是为什么会有盲点 所以我们可以先观察 这两个字母 这里一个A 一个B 你可以试看盖着你的左眼 然后用你的右手拿出这个书本 所以你就用右手拿着电话 然后盖着你的左眼 然后你要用你的右眼睛 去看这个乌书A 然后你再移动你的书本 就是移动你的这个手机 靠近你的眼睛 慢慢的靠近你的眼睛 然后你会记录你的观察 所以观察 我们就会发现 那我们当我们越来越靠近 因为我们看出这个A 然后我们移动移动移动 你就会发现 你是看不到这个B的 所以这就代表这个B 已经掉入你的盲点了 所以你的眼睛看不到它 因为在盲点上面 没有这个光的感应器 所以那个B 可以被重新看到 当你把它靠近眼睛的时候 因为这个B 又可以重新出现在 有光感的感应器的 在这个Retina上面 总结就是眼睛 没有办法感应到 一个影像 掉在我们的盲点上面 所以我们的这个感觉的器官 也会残缺 还有老化的现象 会影响到我们的听觉 跟我们的视觉 所以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来讲 正常的人来讲 这个光进入到它的这个瞳孔 会掉到Retina上面 然后就可以显示 这个人有正常的视觉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光 它进入到这个人的眼球里面的时候 它会掉到这个Retina 所以这个人就会有正常的视线 然后但是的话 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视线 也会被影响 被几个因素影响 比如有残缺 或者是老化现象 人类的这个视线 也会被影响 由于Rabunjahu 或者Rabundagat 或者是Estimatism 跟Presbyopia 这几个字要记好这几个三的名词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Rabunjahu Rabunjahu叫做近视 就是近的看得到 远的看不到 一般年轻人都会有的近视 叫Rabunjahu Rabunjahu是模糊 Rabunjahu是远 远的东西模糊 就是近视的意思 然后它的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Myopia 这个字要记起来 这样子的视觉情况 就是它不可以看到远的东西 看得很清楚 原因就是因为它的Gandamata 太过厚 它的Bolaまた太过长 所以它的集中力不一样 这个光线从这个远的这个object 进来 它会focus在这边 不会在后面这个retina 它会在很前面 它会在thebunretina 所以它就看不到咯 看不清楚咯 所以我们有矫正方式 矫正方式 就要带Gandachakong 就是带凹面镜 就是带眼镜咯 这个眼镜是凹面镜的 叫Gandachakong Gandachakong Gandachakong 是金片 这个金片可以抹面 这个金片可以抹面 就是可以折射 这个光线 在这个光进入之前 进入眼睛之前 以便这个影像可以被呈现在 准确的在这个retina上面 所以经过了这个金片 我们就可以让它折射进去 所以就可以准准到这边 所以你就会发现 原本是蒙蒙的 戴了这个眼睛 过后是清楚的 接下来 Rabund Tukat 就是远视 远视的意思就是 近的看不到像那些老人 戴老花眼睛一样 但是老花跟远视不一样 这个叫做远视 Hypermetropia 就是远视 远视就是靠近东西 不能看得清楚 原因就跟前面的道反 它的Gandamata太薄 或者是Bolamata太短 它的Focus的话 就是这个光 Focus过来 会在Bolakang Retina 会在那个眼球 Retina的后面 所以看不到 So 矫正的方法 就是戴撑膨的镜子 撑膨就是凸面镜 往外凸的 这个Gandamata 可以集中 这个光线 在它进入眼睛的时候 以便这个Image 可以集中在这个Retina上面 所以它会收集起来 然后集中 全部一起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到 你看 原本看很靠近的手机 上的人都看不到 戴了眼睛过后就看得到 这个是Astigmatism 就是闪光 闪光就是 它出来的光是闪色的 你会看到三个影像 So 它的情况就是 它的影像是模糊的 不清楚的 它的Cornia 有可能是弯曲的 或者是它的Canda 不平均 或者是这两个元素都有 光线进来的时候 会分散 然后会集中在不同的地方 So 这个影像就会变成不锐利 就是你有三个影像的 三个都是蒙蒙的 不清楚的 这个叫做Astigmatism 就是闪光 然后方法就是我们要戴这个眼镜 这个眼镜戴的是Cylinder状的 就是圆柱体状的 这个圆柱体状的 就是可以帮助你矫正闪光 或者是可以进行手术去矫正 好 接下来就是Presbyopia Presbyopia就是老花现象 也就是两个现象都有的 又近视又远视 就叫做老花 我们一般的误解就是以为老花就是远视 但是其实以科学角度上来讲的话 近视是近视 远视是远视 两个都有 就叫做老花 So 你会看到有些老人戴的眼镜 是两种晶片的 他们要看近的东西 他们会挑上去看 那看远的东西又会挑下来看 就是因为他们眼睛配着两种晶片 他们就是属于老瓜 Presbyopia 两种视力都有问题 所以他们不可以看到远的东西 近的东西都不能 他们只能看到中等的东西 所以他们需要两种眼睛 So 他们的这个Gannamata 变得太硬了 跟没有弹性 因为老花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叫它老瓜 在他的Gassacelium的肌肉里面 失去能力去收缩跟放松 一般上发生在年老人的这个人群 他的集中就是这两个object 靠近的更远的都没有办法被集中 在这个retina上面 So 你们看到他这个影像 进来了过后会在后面的 然后方法的话就是要带这个Gannata Dewey Focus 这个要背起来 Gannata Dewey Focus就是双集中 Dwey就是两个的意思 Focus集中 双集中镜片 来去看近的更远的时候 会看到像这样的情况 他一边是凹一边是凸 他们要看报纸的时候 他们都会用这个 就会调下来看 那老人家都会讲 然后看远的东西 他们又拉下来看 接下来就是听觉的限制 很多东西听不到 So 我们的听觉感觉的话 也会有它的限制 人类可以听到的频率 就是在20Hz到2万Hz 这个要背起来 然后有几个也是听觉的残障的 第一个有可能是 它的这个Oxical的骨头 黏在一起了 当感染的时候 可能细菌感染 它们黏在一起 这个Oxical黏在一起 然后这个老化也会造成 这个耳朵的这个耳骨 没有这么弹性 因为我们需要靠那个声音的震动 去打你的耳骨 你的耳骨就会敲 那声音就会变大 但是耳骨可能没有弹性了 然后它就不能敲 所以它就不会反弹 那个声音就听不到 或者是长期接触 本的耳骨是接触 大声的声音在长时间 可以破坏你的那个感应器 在你的Cochlear 就是你的耳窝里面 会造成Bergat就是耳聋 就是永久性的耳聋 像那种做工地的 每天打地机啊 听到那种很大声的声音 长期下来 它们的Cochlear里面 的Resetter会坏掉 然后它们就会耳聋 矫正方式的话 你可以通过动手术 或者通过这个助听器 像这个就是助听器 帮助听觉的工具 叫做助听器 这个助听器 可以帮助你加大你的声音 还有帮助一个人 拥有听觉问题的 可以听到更加好 也不是讲完全很清楚 只是听到比较好 因为它帮忙放大那个声音 创新和科技 怎么样可以提高感觉器官的能力 视觉的限制跟听觉 可以被解决 通过创新跟科技 它可以提高感觉器官的能力 视觉限制和一些工具 为了要解决这个视觉的限制的在这边 第一个我们会使用的是 Gandha Bumbersa 就是放大镜 或者是Microscope 纤维镜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很小的东西 设逆就是微小的 跟旧就是小的 这个Beroscope叫做浅望镜 千岁的浅 然后希望的望 浅望镜 因为我们看不到所有的角度 所以我们需要靠这个上来 帮我们看 然后再反射回去 这个在FORM1学的 可以看回去FORM1的视频 然后这个的话 是不能够看到很远的东西 我们就要用Binocular 就是这种望远镜 Deloscope 是这种望远镜 两个不一样啊 记好 然后没有办法看到 通过一些不透明的物体 Legap叫做不透明的 像我们的耳朵里面 心脏内障 我们就要用X光的仪器去看 听觉的限制跟工具 为了要解决这个听觉的限制 比如这个Statoscope 就是那个听诊器 为了要加大这个心脏跳动的声音 大声工 也可以叫Megaphone 也可以叫Vambasara 可以加大那个声音 老师不用喊的要死 这个助听器 可以帮助加大这个声音 那些在旁边的人 就不用喊的大声 这个人也可以轻松听得到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或者是高风险的事业 会影响到感觉器官的敏感度 比如说这个装修商 或者是那种建造商 他们用那个Garoudi 用那些打地截机器 还有听歌 听音乐 听台大声 使用这个耳机 在长时间会影响到听觉 接触到蓝光比较高的 被反射的 比如你的那些数码用具 像你的手机 电脑 电视机 这些都有蓝光的 这些长期接受蓝光 尤其是在昏暗的情况下 接近蓝光的话 会破坏你的Redena 所以现在很多影片 都是反蓝光 或者是那个什么 Spring projector 都会讲他们是抗蓝光的 然后这里就给你几个不健康的习惯 感受第一个就是使用这个 那种鑽的那个机器 打地机 鑽的那个机器 叫Garoudi 然后耳机叫Fontalina 然后接触蓝光 Chaya Biru 在你的电脑 你的智能型 手机 你的Smartphone里面 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那个 感觉器官的敏感度 会变到不敏感 接下来是植物的这个刺激 跟反应 植物也会对一些刺激物有反应 比如光 还有地形引力 水啊 跟这个触觉 然后有两种反应 一个叫做Drabisma 一个叫做Nasty Drabisma指的意思就是 它会有指定的方向 的3rd 都是指定 不然它是方向 它会有指定方向的生长 叫做Drabisma 然后它牵涉到某个指定的部分 在那个植物上面 比如它的茎 或者是它的根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反应的方向 取决于它刺激的方向 有可能会针对那个刺激走 或者是反着那个刺激走 然后 比如在一些有Positive 或者Negative的 像Photo的话 就是光 对光感有反应 Jaw就是地形引力 对地形引力有反应 Hydro就是水 对水有反应 如果对光没有反应 叫做PhotoDrabisma Negative 对地形引力没有反应 就加一个Negative 对水没有反应 就是Negative 有反应就是Positive 没有反应就是Negative 所以第一个实验是我们看阳光在这边 这个茎会往这边长 所以这个茎的部分是PhotoDrabisma positive的 根部继续往下长 跟光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它就是对光Negative 这个根会远离这个阳光 Positive会长向这个阳光 接下来下一个 就是GeotroDrabisma 就是那个地形引力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 根部会往地形引力 你放旁着根部还是往下 因为有地形引力Positive 然后静是不管的 还是往上的 所以它跟GeotroDrabisma 没有关系 所以它是Negative的 然后这个Hydro的话 就是水的 水的话你会发现 这边是Dana Garingan的 这边Dana Vasa是湿的 所以它会往湿的方向走 所以根部 根部照常来讲 会往地形引力 但是如果有水的因素的话 它们会往水多过去往地上 所以它会往右 而不是往下 然后下一个的话 就是对于触摸 像韩羞草这种 对于触摸有关系的 像这个是千牛花 它是Ticmo Trapisma 就是它对这个触感 有感觉的Ticmo就是触感 然后一般像苦瓜 黄瓜 它们有这个Sulopau 就是这个葡萄镜 或者叫做曼藤的镜 它们会蒙明到 就是绕着某个物体触摸到它 所以我们会把它种在篱巴旁边 它就绕着皮巴一直长 它是那个什么 叛岩的那个植物 然后Garambalas nasty的话 就是一些直接的反应 然后指的就是说 我们是因为触觉 指定的动作有反应的 就可以叫Nasty的 比如它会对触摸 对光 对热能 有反应 通过它自己的Bergaregan nasty 就通过它自己的Nasty移动 因为照常来讲 植物会瞬间移动 如果会瞬间移动 它就叫做Bergaregan nasty 比如你动你的韩羞草 或者是有虫靠近这个猪龙草 它们会瞬间关闭 像这个叶子会瞬间关闭 这个叫做Bergaregan nasty 然后这个反应是 不管你的那个刺激的方向 是从哪里来的 像你摸这个韩羞草 你从这边摸 它也是关 你从这边摸还是关 它不会因为你摸哪里而关哪里 你一摸它这边 它整颗一起关的 不会讲你摸这边 就这边关 这边开着这样 So 这边第一个要懂的就是Darwoon叶子 Berangabalala Venus 就是这个猪龙草 那个猪龙草叶子会关起来 当这个昆虫停在它上面的时候 Bogosemaru就是那个寒羞草 也可以叫Mimosa pudica 它会关着当被触摸手 这几个植物名字要记好 考试会问你 比如说Mimosa pudica 就问你这个有什么反应 So 你如果不懂这个的话 你就不懂它是有Garabalas nasty 所以这个名字要记好 植物的反应的重要性 为了确保这个永恒跟它的生存 因为如果不永恒的话 就可能会绝肿咯 生存不下去也会绝肿 So很重要 植物的这个反应很重要 为了确保它的永恒跟它的生存下去 So我们下面就总结了一些重要性 为什么要对光有反应 因为可以帮助这个劲去得到阳光 为了做光合作用 为什么要对地心里有反应 就是因为要帮助这个根 可以穿透这个泥土去得到水 然后这个根部也可以抓住这个泥土抓得很紧 所以风吹说这个树不会倒 为什么要对水有反应 是要帮助这个植物的根部去吸收水 吸收水之外 还要吸收矿物盐从这个泥土身上 Digma tropisman就是触觉的 还要帮助这个植物达到最高的位置 去收到阳光 还有得到支撑去维持它直立的位置 直立的就是站直的不要倒来倒去的 为什么要有马上的这个反应 为了保护叶子不要受伤 为了捕捉这个昆虫 动到它的椅边可以被食用 可以被吃下去 这里有植物的反应的那个 呃观察 So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盒子 然后这个洞 然后我们就放那个光下去 过后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根部 这个植物会长出那个洞那边 这个会直直长 第二个实验就是看水的 看这个根部会不会往水生长 第二个就是准备这个Gelsilica 这个要备起来 这个叫Gelsilica 也可以叫做Calcium Chlorida de Lacor 这个就是干燥剂 平时我们放衣橱里面那种干燥剂 这个叫Gelsilica 通常你看包装都写Gelsilica 不过你看它的化学成分就是Calcium Chlorida de Lacor 这个要备起来 考试会问你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的功能就是要吸收水分 才可以证明一个有水一个没有水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根会往下走 然后这个的根部会往下走 因为下面反而根杆没有水 所以它们会往旁边去 下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放一个直的一个躺着的 看一下我们对于Gelsilica 对地形移力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往下的 然后这个的话是继续长的 然后这个会有一点点往下的 接下来就是要解决一些问题 关于植物的反应 在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在这个ISS 就是International Satellite Station 就是我们这个 Station Angersa-Levas-Andra-Mansa 在外太空没有地形引力 会造成这个根部到处乱长 水跟营养也是会浮在那边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科学家就使用一个Bag 里面装的泥土 装的肥料 装的营养 然后搅在一起 然后用潮湿的一个媒体 媒介来装 然后这种子就会被黏在这个Bag上面 然后它的根部会让它炒下 茎会让它炒上 然后我们会装这个LED灯在它的上面 为了让这个植物进行它的光合作用 科学家成功地种出一个Sallad 就是一个生菜 通过这个方法 不然种不了 然后应该有一个实验 这边还有一个实验 是对于触摸的 所以它的那个 它没有画出来 因为它第一个就是要看它会对这个 它要看它摸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这里我们只可以知道你摸它的时候 它会突突突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Bagraganasti 一个立即的马上的一个行动 接下来是这个反应的重要性 对于一个刺激 在其他的动物身上 就除了人类以外 Carnival是肉食 肉食动物就吃肉的动物 这个是草食动物吃草的动物 它有不同的这个视觉种类 肉食动物的话它是stereoscopic的 然后草食动物的话是monocular的 这个叫做stereoscopic 我们人也是像这样子的 就是左右看的 然后 然后monocular的话就是单方面看 前面它们看不到像鱼类 前面看不到的 so这个的话呢 我们的视觉 左边的视觉是这个part 从这里到这里 是我们左边可以看到的 右边眼睛是看到这边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前面很清楚 是因为前面它重叠 这叫Pertindihanmedan 就是重叠这个领域 所以我们前面是看到最清楚 反正旁边没有这么清楚 虽然看得到 但是我们不会很记得 因为不清楚 然后这个的话 左边在这边 右边在这边 它可以看到比我们还要广 我们这边反而看不到 它看得到这边 我们看不到 但是它们前面就看不到 所以它们很容易撞到头 两个眼睛都在头的前面 跟我们一样咯 这个的话 眼睛是在头的两侧 两个眼睛可以被用来看一个东西 所以它一个眼睛可以看一个东西罢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两个视觉的这个领域会交界在中间的部分 它们是完全不会交界或者是交界一点点 可能它们眼睛真的很靠近头很小 可能脚可以交界一点点 可以成立一个3D的影像 它们就是立体的影像 这个的话 它们只可以懂得东西 可是它们预测不到距离 这个可以预测位置跟距离一个东西比较准确一点 这个是预测不准 然后位置也不准 人类跟动物 受害者动物 就是 不受害者 Bermansa就是捕猎者 像狮子老虎 这些就是Bermansa捕猎者 它们会有这个Steroscopic的视线 它可以让这个捕猎者像这种 无论是猫头鹰还有老虎 可以确认那个受害者的位置跟方向在哪里 它们就可以去捕抓它们 这个的话呢 通常是海湾蚂蚂就是受捕的动物 它们都是monocular的 所以它们可以让这个捕猎者像鹿啊羊啊 可以确认它们的这个捕猎者 从各个角度 所以有鹿从这边来 有鹿从这边来 它都看得到 所以它可以跑 然后我们的听觉 Stereophonic就是我们的那个音频方面 还有我们的频率的范围方面 对于动物是不同的 Bendagaran Stereophonic的意思就是 听觉使用两边的耳朵叫做 Stereophonic 使用两边的眼睛叫做 Stereoscopic Stereo就是两边 Mono就是一边 然后 我们的听觉是听两边的 可以帮助人类去辨认那个方向跟那个位置 更加准确 然后也可以让这个 受害者可以逃离这个捕猎者 人类只可以听到那个音频是 20Hz到2万Hz 前面讲过了 忘记的话再背多一次 狗的话可以听到67到45,000 老鼠的话是200到76,000 鲸鱼是20到3000 所以你轻轻敲那个鱼缸 它都会耳聋 然后蝙蝠是2000到111万 然后海豚的话是150到150千 不同的动物会有不同的感觉器官 为了要确保他们的这个平衡在这个地球上 为了确保他们的Casinamogas是延续 对不起 为了确保他们延续下去就是不会绝种 像这个Landoc Hysterisk Afrika Kustralis 这个是那个很像刺猬这样子的 然后它的Missile就是它的这个护须 它会有这个毛或者叫做护须 然后它的那个形状是很尖的刺 像榴莲这样很尖的刺 然后是很强的在它身体上面 它可以产生反应当被攻击的时候 然后还可以释放它的这个刺 像我们射箭这样子 它的这个全部可以射出去的 可以射去敌人的方向 敌人就抓不到它 这个是电鱼 闪电鱼 就是它会释放电 它会释放电流的 它会释放这个Mainline Electric就是电流 这个鱼的瓶中它有这个电的器官 它可以产生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会产生一个电的磁场 在它的这个鱼的四周围 电的磁场可以帮助这个鱼 确认它的方向 以及感应到周围的这个干扰 有没有别的生物靠近它 这个是那个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甲虫 它的那个学名叫做 Malonda 这个熊的甲虫 记得Janta Janta是熊的 熊的甲虫会用它的Antina Antina就是触须 就是像蟑螂前面那两条 这样子长长的那个触须 去感应到这个Pheromone Pheromone就是那个 肺洛蒙 就是一种荷尔蒙 被磁性的这个 Kumbang释放的 然后它就有释放肺洛蒙的意思 就是在求爱 就是要求性关系 然后 这个东西就可以帮助这个Kumbang 去找到它的这个繁殖的伴侣 像狗也是会 母狗也是会释放肺洛蒙 然后公狗就知道它需要那个性行为 就会来跟它发生性行为 然后像蛇 蛇的学名叫Viperaburus 它里面会有这个Organ Jacobson 就是在它的鼻子这边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Jacobson的器官 然后里面有神经线 这是它头脑 这是它舌头 这个Jacobson器官 它会在它的这个 爬虫类的嘴巴的Lelanid 就是上额的地方 你开嘴巴最上面的地方 叫做Lelanid 这器官可以帮助这个蛇 去感应到味道 收集在舌头上面的 然后接着就可以感应到 敌人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Lelaba是蜘蛛 这个蜘蛛的学名叫做Lisominus veridus 这个蜘蛛它会有超过一双眼睛 然后很复杂 然后它的能力是可以看到这个 它的视觉的能力是非常好的 这个蜘蛛的眼睛 它会有这个视觉的角度360度 为了感受到这个移动 还有这个东西的深度 所以它的眼睛很厉害 它的Mata眼睛特别厉害 可以看到360度 后面也看得到 然后这个的话是Jaman Jaman的话 它的耳朵在这个地方 Tim Taman 就是它的耳朵 不可以叫Dellin 因为我们的耳朵不一样 它耳朵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Jaman 它有这个耳朵 在它的Abdomen 就是它的腹部 在它肚子的部分 然后它可以感应到声音 感应到这个风向 所以它是靠它身体的感应器 然后鱼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Garis Lateral Garis Lateral 就是这个横向的这条线 它是一个感觉器官的系统来的 在一整个鱼的身体里面都会有的 这条线是负责要感应这个水压的变化 就是水压变高变低 然后还有感应到那个受害者 在前面它们可不可以吃鱼 还有帮助它们移动要游来游去 所以这条线Garis Lateral很重要 然后这里有一滴K8题 你可以试试看回答 下个礼拜我跟你讨论 你可以把答案写下来 讲出这个用来看的感觉器官叫什么 然后第二个是说下面的图显示 这个Anamata就是这个眼珠的大小的情况 一个观察者在之前跟它之后做一个观察 去看这个天空在白天的时候 像是白天 解释为什么这个眼珠的大小会改变 所以它会讲在亮的情况眼珠会变小 在暗的情况眼珠会变大 让你解释为什么 当日食的时候Garhanamata Hari就是日食 就是月亮在我们太阳跟地球的中间 所以我们看不到太阳就叫做日食 这个星球学家会劝告大家要观察这个日食 要使用这个底片 就是以前相接的那种底片 要有X光的底片解释为什么 你可以试试看回答 下个礼拜我跟你讨论 然后如果你已经有作业了的话 你可以做后面的这个练习 可以做完 不会的字你可以先查一丝 然后会做你先做不会做的就放这 后面还有练习两面 好